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留文点 一生傲骨多雅趣 世上再无真狂图 欢迎你的收听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给我们点击一个再看 民国时期 军阀林立 政局不晚 但却涌现出了璀璨的文化 和一大批优秀的人物 在这些人中 有学富武车 满富经伦的文人 有博古通经 著作等身的学者 有学识深厚 见闻丰富的专家 有传道授业 孜孜不倦的教授 他们各有各的风范 各有各的气度 共通之处 皆为有品有格 留文点 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勤奋不待 刻苦钻研 学问如渊四海 由经于教堪 考据 拥有着非凡的才学 同时 他性情乖张 桀骜不逊 又一身争争傲骨 不屈从 不媚俗 展现了硬核的姿态 刘文点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 他的父亲建多石广 很重视子女的教育 到了入学的年龄 自幼聪颖的他 就被送到了教会学校 长大后 他考入吴湖安徽工学 因为勤勉自立 而得到了老师陈独秀和刘施培的赏识 并受到他们的习心教导 他潜心学习 成绩斐然 老师们对他很满意 又安排他做教刊古籍的工作 而教刊工作 需要博览群书 他丝毫不曾怠慢 之后 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任教时 他也陆续进行了一系列 教刊古籍的工作 因为好学 善学 肯钻研 他还写出了名片佳作 淮南红烈极解 胡适曾破例为其作序 书雅治此书 最经言有法 其功力之艰苦如此 一起成就读多也 果然不出所料 该书一经出版 便引起了轰动 但古典文学 造诣渊深的刘文典 并不满足于此 他又完成了庄子和说院的教堪 逐渐在学术界奠定了地位 另外 他的教学方式也很独特 引得学生们疯狂追捧 抗战爆发后 北京各大高校 签至昆明 组建成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 教授们讲课都是自由的 他们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 有一次 刘文典给学生们讲文选课 讲了一小会儿后 突然宣布 今天的课到此为止 这冷不丁的一句话 让学生们面面相去 他们不知道老师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谁知刘文典接着说 后面的课改到 下周三的晚上再上 学生们实在猜不出 他也不解释 收拾完教具 便扬长而去 到了那天 学生们按照要求 在校园的一处空地上坐定 刘文典认真地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接着讲岳父 直到这一刻 学生们才恍然大悟 当天正值阴历十五 岳满知识 讲岳父 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轮后月下 学生们围坐一圈 刘文典坐在中间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他时而仰头问月 时而俯首尘引 时而眼睛据点 时而口吐莲花 精彩分成的讲解 让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 学生们的脑海中 以至于多年后 还被学生们写在了文章里 刘文典率真洒脱 富有情趣 让每一位学生都切身感受到了 他的个性与才华的绽放之美 温廷君有誓言 启观名利 分融路 自有才华 做倾销 一个至存高远的人 若是再有才华傍身 自是不再理会名利场中的 盈盈勾勾 刘文典一心智学 最终成了声名在外的文学大咖 和学术权威 靠着雄厚的财力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言道 自古穷人多慵懒 自古财人多狂傲 博通百家的刘文典也是如此 他穿着不守礼节 又经常狂言妄语 所以在旁人看来 他和任情适性的未尽名事 倒要几分相想 平日里 瘦削的他从不注重装扮 衣服的扭扣经常扣错 头发长了也不理 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 他个子矮小 却喜欢穿着一席宽松 且能遮住脚的长衫 脚上的鞋都是既破又脏 从草率的着装态度上来看 他也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 而事实正是如此 课堂上的他更加不具常规 比如讲授诗歌时 他忽而高声大雨 忽而浅声低延 性之所至时 他还要求学生跟他一起朗诵 对于这样别开生面的讲解方式 学生们都特别喜欢 自然他一时间也圈粉无数 除此之外 刘文典说起话来 也不乏狂妄自大之词 他写完装子补正 被称为教授之教授 大师之大师的 陈寅客为之作序 先生之作 可谓天下之至甚矣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部 改为一筐当世之学风 而世人以准则 其仅供庄子者 所必读而已在 这番高屋建林的点评 让他名气大增 他还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成 向来自负的他 在课堂上讲庄子时 也是派头十足 他开口第一句话 就故弄玄虚 庄子嘛 我是不懂的 冷不防的 他又补了一句 那也就没有人懂了 学生们立马心领神会 笑得前仰后合 当有人问及 古今研究庄子的 那些人的情况时 他口出狂言 普天之下 真正懂庄子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庄子本人 一个是刘文典 当然 刘文典的狂妄 也是事出有因 因为在学界 他确实算得上 近代研究庄子的第一人 一直以来 他研究学问 至深至透 的确获得了 很好的口碑 西南连大曾 兴起过一阵子 红楼热 各大教授们 也纷纷开讲 大家公认为 讲得最好的 是刘文典 不得不提的是 他讲 《红楼梦》的场景 堪称一绝 彼时天光未黑 讲台上 一根蜡烛 悠悠悠地燃着 身着长衫的他 坐在桌子后面 引进学生 切好的一杯茶后 豁然起身 朗声说道 只吃仙桃一口 不吃烂性满框 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 我讲《红楼梦》吗 凡是别人说过的 我都不讲 凡是我讲的 别人都没有说过 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 接着 他转身 在旁边的小黑板上 写下了 《料听花絮》四个大字 然后开始侃侃而谈 这样的收客风格 颇受欢迎 世财放傲的他 依然是文学青年们的偶像 所以纵然狂则狂矣 他也狂出了真性情 狂出了真自信 正所谓 饮风饮酒 不过悲喜 或颠或狂 不染尘埃 一个人 无论以何种角色 立身处世 只要不沾染世俗的浑浊 他都称得上是品正新诚之人 刘文典虽说是个倦戒狂人 但他一向清醒自持 坚持正义 卢国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的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 北平也是七眼滚滚 灼浪浩浩 各大高校的教授们 已提前撤离 但刘文典因为事物较多 没来得及转移而为滞留家里 日本人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 且才使过人 欲满学界 便想说服他为日教学 并在伪政府中任职 刘文典每次都言辞拒绝 日本人亲自劝说屡屡碰壁 便委托刘文典已经便捷的熟人 上门当说客 哪曾想一得知来者意图 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绝了 国家民族是大义 马虎不得 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文婷此言 熟人满面羞愧地离开了 不甘心的日本人 眼见软得不行 就干脆来硬的 又派宪兵队 硬闯刘文典的家 强行搜查了很多文件 可刘文典身披袈裟 站在一边 对他们的暴行怒目而视 脸上也毫无聚色 县兵队长连声质问 他仍是一言不发 翻译官气得大骂 你是刘日学生 太军问话 为何不打 面对着这盛气凌人的架势 刘文典不慌不忙地说 国难当头 我以发一声为耻 恼羞成怒的日本人 实在无计可视 撤离后便派人 对其行动进行监视 后来刘文典好不容易 实际逃离了北平 曲线南下 终于回到了西南连大 面对分支踏来的 名利诱惑和疯狂打压 他不为所动 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 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 1949年末 昆明解放前夕 胡适动员他带着家人去美国 并为他联系好了安身之处 甚至帮他们一家人 办好了入境签证 可是刘文典接到通知后 就谢绝了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不难看出 他心中藏着满满的家国情怀 有人说 历史上留下精神光芒 最强烈的文化之印象 往往不是纸上辉毫 而是人的行为举止 刘文典 这位学术界的名流 不昧世俗 不屈权贵 众操守之情义 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 和忠贞气节 天地可见 所以说 世人只见他的狂和傲 却不知 他也有着最硬的文人风骨 后世评价刘文典说 真名是自狂卷 在大变革 大动荡的时代 风云人物数不胜数 而刘文典 却被称为民国第一狂人 他是学识渊博的有才之师 在古典文学里自由穿梭 写下了经典巨著 他是倦戒不羁的狂傲之士 在俗世凡尘中特立独行 留下了一文去世 他是刚正凛然的风骨之人 在威逼利诱前毫不屈服 坚守了赤子之心 藏花银中有一句诗 治本节来 环节去 强于污浊 献取垢 人之一生 趟过世俗的浑水 却不沾染事故 可达身心的明镜与通透 刘文典不过一介书生 却始终心正行职 恪守不语 他凭借汪洋滋四的才华 在学术汉海里 保持狂人本色 在混沌乱世中 秉持明世之风 活出了自己的硬核人生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帮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北辰 我们下次见